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要聊的是关于眼睛和健康的关系 其实根据统计啊 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有40%的人是近视眼了 近视眼其实是真的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 像我本身近视是破千度的 所以我拿下眼镜 基本上我眼前啥都看不到 我拿下眼镜要看报纸 都要这么近我才看得到这个字 所以是非常不方便了 长时间都要一直戴这个眼镜 那之前看过一个段子 就是讲说有一个人去游泳啊 游啊游啊游啊 可是因为他近视眼吗 看不到远方牌子写的啥 不知道这能不能游泳 就游过去之后 一看着牌上写请勿喂养鳄鱼 哎呀这个人还活不活着 搞不好草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特别可怜 所以呢近视还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 怎么样从你的眼睛去分辨你的健康状况 然后让你自己避免近视眼 或避免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好我们先讲第一种眼睛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这种啊一般来说大家都比较容易看出来 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那就是双目有神 如果你看一个人啊 他感觉炯炯有神啊 那一定代表说他现在健康状况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一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 他的这个气血循环啊 是特别的有顺畅 并且呢 他本身的这个精神状态 跟他整个血液循环状态 都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就会判断这个人 他的这个五脏啊 的这个气血运转 是很顺畅的 很顺畅的时候呢 这个人脑子就很清晰 脑子很清晰的时候 自然说他表现出来的状态 跟他工作的效率 跟他去做事情的方法等等都会特别好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双目是有神的 那代表说他现在健康状况 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发现啊 这个人他感觉上他今天生病了 或他身体上有一些微样 但是他双目很有神 那这个病呢 也必定不会太久 代表他这次可以平安的去度过 同样在大病下也是一样的 如果他的双目有神 特别有力 今天他说需要开刀啦 需要来治病的时候 他也是特别容易 度过这个手术的难关 同时间他在健康上面 也是康复的会比较快 但相反来说呢 有一种就比较不好了 就是双目无神 其实啊咱们现代人啊 很多人因为工作压力大 常常加班啊忙碌啊什么等等的 就导致呢 两只眼睛看起来 就是会比较没有神 或是说颜色上是比较灰暗的 如果你的两眼看起来不太有神聚焦 或是往往有一种灰暗的感觉的时候呢 那代表其实你已经处于一种 亚健康状态了 那这种亚健康状态呢 就非常容易一病不起 就是你当你没生病 你觉得都还好 你就继续消耗它 可是如果你已经一感冒了 或是说你遇到某些传染病了 那你很容易就倒下去 而且康复的很慢 因为你本身的这个五脏的血液循环啊 循环的不是那么好 我们来讲就是气血不调 有点亏损跟虚耗的状态 就会属于这种双目无神的状态 或是眼神看起来没有力气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判断一个人 他生病了这次会病得很重 还是病得没那么重 其实从眼神就可以去判断出来啦 如果他的眼神很有力 他就算生病了也会很快康复 后面就没事了 如果他眼神无力啊那糟了 这个人的生病啊这次就会比较长久 所以我建议各位同学啊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神今天 有没有力量那你如果说老师我照镜子的时候 肯定很有力啊那没关系 你可以使得拍照 那照片呢拍拍自己一二三拍下来 然后去对比呢你自己昨天跟前天时候 眼神的力量就可以判断出 你现在是每况愈下还是渐入佳境啦 好的第二种呢也是属于有一点常见的 尤其在夏天时特别容易看到是什么 就是属于眼睛固满红血丝有点红肿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什么呢 其实呢眼睛代表一个人的很多身体的地部位 那你要去注意研究这个血丝是在哪里 如果血丝是在眼头的位置 就我们讲这个靠近鼻梁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的眼白上有血丝或是比较红肿 那可能就是属于你的心火太旺了 所以导致你的心脏状态有点问题 所以你这时候有红色的红肿状态 同时你可能有一些发炎的症状 身体有些发炎的状况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今天你的血丝呢是在后面 就是长在后面靠近我们讲的这个太阳穴的位置的时候呢 那代表的是你的肠子啊 肠子太燥了 所以你现在吃东西等等就要清淡一点 又代表你肠子有点发炎的状况 而如果你整眼都是血丝或整个眼睛红肿呢 那就要特别注意啦 那就属于啊这种全身性的这种发炎 通常你会伴随着这个情绪比较浮躁啊 身体比较倦怠啊 这种时候呢往往你的这个精神状况也容易不是很稳定 因为你毕竟有一点发炎的症状 所以我们建议呢 如果你整眼都是血丝的同学呢 一定要这个早点回家休息 上班的时候不要加班太晚 跟领导请个假 最好呢可以养成九点睡觉的习惯 每天九点的时候躺上床然后去休息 如果九点睡不着怎么办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就调闹钟调到五点 你只要五点起床 我跟你保证三天之内你九点一定睡得着觉 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就会跟着去变化 而这样早点休息呢 就能把你的炎症给调整回来 当然如果你的身体眼睛非常红肿的时候 身体是炎症的状态下的时候啊 就不要去晒太多的太阳 因为你晒太阳的时候呢 就容易让这个整个眼睛的红肿啊 有时候会更加严重 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就多休息 这样是最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的是下一种 是属于眼睛泛黄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般来说有人说眼睛泛黄 不是属于这个黄胆吗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眼睛泛黄喔 如果它泛黄中带点肿 往往这样代表的是你的肝火太旺 或是说你肝脏有肝硬化的一个风险 因为呢 这个人的眼睛啊 如果泛黄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这些人大部分 他们都从事日夜颠倒的工作 或是说他长期生活作息是不正常的 所以导致他的眼睛啊 就有泛黄的一个问题 那当他泛黄的时候呢 在古人的时候常常讲 如果一根眼睛泛黄 就容易引起官非 官非是指什么呢 我们讲这个吃官司的官 然后是非的非 其实简单来说呢 就是因为你眼睛泛黄的时候 肝有问题 肝主怒意 所以你的肝让出问题的时候 你就容易乱发脾气 或是很容易引起这个情绪上面的问题 想法也比较偏激 而导致你就老去跟人家吵架 吵着吵着 有时候可能甚至会打起来对吧 那一旦打起来 完了这就要告到官府去了 所以就容易才在官非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眼睛啊 如果比较泛黄 那代表你最近啊 真的要早点休息 首先第一个酒要少喝 第二个要早点睡 第三个呢 最好去从事一些平心进气的运动 例如说做瑜伽啊 例如说去做这个静坐啊 都可以有效的改善 而且呢 你会发现当眼睛啊 就不泛黄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变好 而工作效率也会变高 这时候就觉得自己 好像运气好了起来 其实代表的是你身体变健康了 所以告诉各位 如果你发现眼睛泛黄 还是要多做休息的 好 接下来谈的呢 是这种眼眶周遭发黑 然后眼白泛暗的一种状态 一般来说呢 熊猫眼的人啊 他的这个眼睛啊 的颜色就通常不会黑白分明 因为他本身啊 属于我们讲的 他有一点这个 生活作息上不太正常 例如说 他要码是晚上睡得特别不好 然后要码是他的性生活过度 我们讲的防势过多 导致他的这个 整个身体的寒气过重 所以呢 他本身啊 就看起来会眼睛比较 泛这个黑色 而且眼眶也带有一种黑眼圈 熊猫眼的感觉 那这样的人呢 我们一般就建议他怎么样 建议他 第一个是调整他的生活作息 是最有效的 第一个是早点睡 或者说如果他总是睡不好 那就建议他睡前可以这样 泡泡脚 泡泡澡 或是喝杯热牛奶 他这样子容易睡得比较好一点 去把他的这个眼白变白 然后把他这个眼眶的黑色消掉 第二种呢 是他属于这种 防势过多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 防势过多的时候 他身体就容易被寒气入侵 一般我们来讲一个人酒色杂寒 就他又喝酒 如果又行房的时候 然后如果很频繁发生 他就容易眼眶发黑 原因是因为他身体 受到寒气的侵蚀太多了 导致他变成了一个熊猫眼 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人啊 他本身的健康上 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不断地去这个 泄出去他的这个精力 可是他没有去补进来 他的阳气 所以就造就他长时间之后 就成为眼眶 容易发黑 眼白 也不白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建议他 休息半个月到一个月 再来进行新房 那他身体状况 肯定会好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种 也是常见的 就是关于这个 下眼瞼浮肿的一种状态 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有一些这个老人家 他们的这个下眼瞼 就已经到眼袋了 掉得特别大 那这样子的状态 代表什么意义呢 其实啊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下眼瞼很肿啊 就什么叫肿 怎么判断他到底是一个好的卧蝉 还是一个眼袋 其实就是你去按按看他 如果你按了你这个下眼瞼 你觉得他没有弹性 一按就塌掉了 那这代表说他就是浮肿啊 代表说他本身啊 我们甚至称呼这个东西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肚肉 那就是因为他一按了之后 就塌掉了 那这样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样代表呢 你可能患有慢性肾炎 或者是一般来说老人家 他的身体机能如果衰退了 就会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老人家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的这个下眼瞼啊 就特别肿 就是属于这个原因 当然随着年纪的增长 一般年轻人如果下眼瞼腹肿 一般来说我们都讲 跟慢性肾炎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这种代表说 他的肾水状况是有问题的 我们讲有的年轻人比较小 就是手淫过度啊 或是说他本身啊 在这个水的部分啊 汲取的特别少 或是尿尿不正常 有的人是老憋尿嘛 或是老喝饮料 导致说他这个身体的水分是不够的 或是钠的这个 在体内堆积的太多 导致他就有慢性肾炎的一种状况 容易腰酸 那如果是慢性肾炎的时候 只要透过我们讲饮食的正常 例如说多喝水 然后这个把 不过就戒除手淫的坏习惯 或者说戒除这个 刑防太多的一个状态 你的这个腹肿 就会自然的消退了 不过运动也可以改善 但老人家就比较复杂了 老人家代表的 可能是你器官上的衰退 或者说可能是心脏病 所以呢 如果你发现啊 你的这个属于 你本身下颜检特别腹肿 然后呢 你天生啊 两眼之间 就你的三根地方啊 比较低 你发现你眉毛比较高 两眼之间 我们讲这个三根的地方比较低 那也代表你先天来说 心脏能量就不强 所以你如果 这个下颜检在腹肿 就很有可能是心脏病 所去造成的问题 所以呢 下颜检腹肿这个部分呢 就要去做一个 比较慎重的检查跟筛选 尤其虽然年纪大的时候 它也代表是一个 心脏出问题的警讯 如果再交叉一个事情 如果也有 那非常可以明确 知道你已经是一个 非常容易患得 冠心病的患者 就是你的耳朵啊 如果有折痕 就耳朵来说 一般耳垂不是平的吗 没有折痕 但如果你的耳朵啊 这边会有个皱褶 那就代表说 其实你的心脏状况 真的是不太好啦 所以你的腹肿 很可能就是你的心脏病 所去造成的原因 好最后呢 我们要讲的是 关于上颜检凹陷的问题 有的人呢 为了爱漂亮 会故意把上颜检的这个 这个总power给它抽啦 变比较平一点 比较线一点 然后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但其实呢 上颜检呢 跟一个人的消化道特别有关 如果你的上颜检很凹陷 就天生就没有总眼泡 特别凹陷 那代表呢 你的消化吸收上面 一定容易有很大的问题 通常这样 当然现代人觉得很好 他不容易胖 可是在我们看来 他其实是消化能力有问题 而这样的话呢 他久而久之 他吸收到的精华 就没有一般来得多 所以他身体的体质上来说 也相对来说容易比较虚弱 而上颜检呢 比较肿眼飘的人 他的吸收状况好 所以他的体质通常也会比较强健一点 但如果你把你的上颜检 有红肿或是发黑的问题 那都代表你的消化现在出问题了 要吃清淡点 或记得去找医生看看哦 好那最后呢 我还是祝各位啊 都能有一副非常棒的好眼睛 尤其是那种 炯炯永神的火眼金睛 那是特别好 不要像简老师我就是近视都破1000度了 然后就是因为我近视没有戴眼睛 的话越来越加深 就变成到1000度了 这个特别不好 所以呢 建议各位 每天早上起来 可以按摩按摩自己的眼睛 例如就是搓搓手啊 如果眼睛酸 搓搓手之后把手搓了 然后就这样放在眼睛上 那你会发现 眼睛觉得挺暖的 那这样的话呢 久了 你的眼睛啊 保养会比较好一点 那恭祝各位 就是视力永远都是1.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